随着科技的发展,现代军队的作战方式也在不断变化,越来越趋向专业化、技术化。 不过,格斗能力仍然是陆军步兵,特别是特种部队的必备技能。提起特种兵,很多小伙伴可能首先想到了滴一滴血中的蓝薄,战狼中的冷风,战无不胜,所向拼命,特别是强悍的格斗能力,几乎可以放到一切对手。 所以,很多小伙伴就形成了一个印象,特种兵格斗能力超强,而激烈的都是杀招,即使是专业格斗运动员,也会被特种兵秒杀。 那么,事实真的如此吗? 今天,小冰冰就带大家讨论一下,特种兵和专业格斗运动员,谁更能打? 当然,比拼是有前提的,集纯特种兵和全格斗运动员,不包括格斗运动员退役后参军入伍,成为特种兵的,也就是说,我们只考虑普通人入伍后,通过特种部队训练考核,成为特种兵的人,和专业格斗运动员之间的比拼。 现代特种作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专业,一个特种兵要掌握的技能,杂七杂八家起来,几十项都不止,一个普通人,最后成为一名侯格特种兵,大概要五至六年的时间。 其中,格斗是特种兵的必修课,但是,只是众多训练科目中的一个,而专业的格斗运动员,无论是散打,荣刀还是传统武术, 可以说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以外,都是关注一件事情,那就是格斗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让特种兵和格斗运动员比拼,格斗能力,小兵兵以为,特种兵胜赛不打,道理很简单,特种兵的主要任务特种作战,格斗能力只是特种作战的一部分。 一个特种兵,一年花在格斗训练上的时间远少于格斗运动员,如果在这种情况下,格斗运动员仍然打不过特种兵, 你让那些艰苦训练,多年的运动员行何以堪,树叶有专攻,就像特种兵短跑,肯定跑不过伯尔特一样,特种兵的格斗能力,也比不上格斗运动员。 同样的,你让格斗运动员玩强,那肯定玩不过特种兵,让格斗运动员去解救人质,那也一定抓瞎。 冰冰知道,现在屏幕前,肯定有很多小伙伴说,你讲的都是有规则的赛场格斗,真正到了无限制的战场上,格斗运动员会被特种兵秒杀的。 的确,战场上是没有废话的,出手就一定是杀招,可是,特种兵所掌握的杀招,格斗运动员就不会吗? 现实中,无论是我军还是外军,特种部队的格斗教官,大多都是退役格斗运动员,那些所谓一招制敌的杀招,也是这些格斗家们总结出来的,为的就是让这些没练过格斗的普通人,能够快速掌握格斗技巧。 形成战斗力,有点像大学期末考试前的突击复习,基础不会特别扎实。 所以,不客气的讲,特种兵会的,格斗运动员都会,特种兵不会的,格斗运动员也会,又会有小伙伴说,你说的是徒手格斗,如果实现的话,那特种兵完保格斗运动员。 当然,如果是持枪,那特种兵完胜,不过这也不能叫格斗了,如果是一般的狠兵器,那特种兵恐怕照样没多大胜算,很多人可能都被一些电影误导了。 觉得李小龙一类的格斗家,都喜欢图售格斗,其实现实中,无论是李小龙还是其他各路拳忙,如果遇到了必须用拳脚解决问题的情况。 第一反应也是找武器,无论是砖头,石块还是啤酒瓶,自来水管,都可以用作武器,哪怕手里有一本新华字典都比赤手空拳强。 所以,格斗运动员在持写时只会更强,不会更弱。 可能还有小伙伴有疑问,说特种兵的训练非常凶悍,所以特种兵的速度和力量要强于格斗运动员,这又是个大误会,咱们不妨看看男子国家以及运动员的基本要求。 这里仅举几项,100米10秒93,5000米14分40秒,跳高2.0米,跳远7.30米,这样的成绩,在任何部队都是神一样的存在了,更别说网上的剑架级运动员了。 所以说,普通特种兵想在身体素质上,胜过从地方体校层层选拔出来的专业运动员,那就是骑着三轮车追高铁,说了这么多。 小冰冰只想告诉大家,特种兵不是神,也不是无所不能,他们跟我们一样,是血肉之躯,也有喜怒哀乐,只是他们选择了穿上军装保家卫国,向此可爱的人致敬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会议您。